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热点互动节目 我是主持人雨婷 今天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台湾大选牵动国际时局 中共高层亲自戒选 富人俱乐部轰然倒塌 波及社会各个阶层 习近平再提亡党危机刮反腐风暴 雪佳硬火拱出更多人 党内是人人自危 参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分别是 资深时政评论员恒河先生 恒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谢田教授好 大家好 另一位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 谢田教授您好 雨婷好 恒河好 大家好 好的 我们首先来关注 台湾大选是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了 牵动国际聚焦 上千万的台湾公民将在1月13号投下关键一票 选出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和副总统 而这一票的重要性或许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特别是在乌俄战火 以哈战火爆发之后 台湾海峡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战场 也成为了人们的焦点 包括华盛顿邮报 经济学人 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都不约而同的将台湾大选列为重要观察 华游的社论是指出 台湾大选可能是今年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认为台湾应该有能力抵挡中共的戒选 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恒河先生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让这次的台湾大选是如此的重要 那么对美中台地缘政治关系 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想前几年最主要的是 美中台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扭转 主要是美国支持台湾的这个决心更强 而且采取的措施也很多 而美中的关系在过去两三年当中 实际上是越来越糟糕 可以说是双方任何有想努力改善关系 这种都失败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 今年全世界大概有一半的人口 一半的人口要大选 大概至少有50多个国家 是有重要的选举的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选举呢 我觉得就是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虽然也有大选 但美国大选呢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就是从川普到拜登这个过渡 他的外交政策改变的并没有太大 就是说总体来说 是已经就是在东亚 重点是在亚洲 然后呢和中共的关系呢是属于一个围堵中共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最关键呢 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台湾了 那么台湾选举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台湾的这个政局 它会影响到中共对台湾的态度 因为中共随时想吞并台湾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不能给中共任何控制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因为美国是属于太平洋国家 它既属于大西洋国家又属于太平洋国家 那么现在重点是在太平洋这一段 毕竟欧洲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北约在嘛 还有一个欧盟在嘛 他们可以照顾自己的事情 但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话 如果美国不能够支持的话 那么中共就会扩张 而目前在世界上 俄国跟乌克兰打仗 现在基本上那个战局已经维持住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在这个中东呢 以色列基本上可以对付 唯独就是在世界上唯一一个热点 最容易出问题 而且是最难控制的 实际上就是台海 所以这个选举呢就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台湾能够坚持维持现状 不让中共有机可乘的话 那么整个国际形势 就全世界就会稳定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选举应该是 但如果说台海 你不能够遏制中共的侵略野心 或者甚至说选举结果 对中共起了一个鼓励作用的话 那么这个局势就很难说 所以不管怎么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选举应该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选举 都要重要 好的 谢谢 那这次台湾大选呢 美国总统拜登是曾经警告中共不要戒选 美国在台协会也曾致电柯文哲 了解是否有中共戒选的情况 想请教谢田教授 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么的在意一个 非邦交国家的选举结果呢 对 台湾虽然跟美国没有这种正式的邦交 就是说外交关系 但是实际上台湾在美国和在美国整个世界格局中的作用非常之大 我们知道对美国来说呢 对美国最大安全和甚至经济和科技所有方面的威胁最大的国家呢 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是中共 而在中美关系呢 实际上是对所有的国家 对全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 在这个双边关系中呢实际上现在有一个这个最大的那个 最大的热点或最大的不确定的地方 刚才恒口也提到了 就是说那就是这个台湾的问题 因为这个台湾的问题我们也知道 中共呢一直一直在声称拥有台湾的这个主权 并且一直在威胁台湾 在威胁台湾的民主 而美国呢作为一个世界自由民主的一个 龙头老大这样的国家 尤其是美国现在是一个更加关注于自己 作为一个亚太国家 这个亚太战略的重要的一环节里面 实际上就有台湾了 台湾在这个之外呢 在一般的这种地缘政治之外 还是国际这个最先进的技术半导体产业 供应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而台湾海峡的问题呢 马上直接涉及到这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所以虽然没有选举 没有那个正式的外交关系 那实际上台美之间的关系呢 实际上一直是一个 美国在亚太地区关系中 大概仅次于日本和韩国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 所以美国一定会在意这种台湾的选举 而中共如果是进入选举 干涉选举成功的话呢 这意味着中共实际上它不光是在颠覆了整个自由社会 这个民族政治运作的一个机制 实际上它会把中共共产主义的邪恶的理念呢 影响呢都扩散到其他那个亚洲国家 甚至威胁到整个这个欧亚大陆 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呢就毁于一旦 所以美国这种关注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 实际上台湾有这么一个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了 他说这个不管谁当选这个台湾总统 那这个人呢首先要去美国 去美国拜把子或拜门口拜门槛 要由美国同意呢才回来台湾当选 这是一个说法了 但实际上这个确实有这么一个有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这个像这个赖清德也好呢 他们其实都在选举之前呢 都早早的到美国来跟美国官方这种接触 而中共的干预我们也知道已经非常明显 这次不管是这个原来的郭台铭这个出马和 后来又撤出中共对那郭台铭在中国大陆的企业的那种 查税的行动都表明了中共直接的参与 后来这个蓝白河呢更是由中共的黑手明确的在后面 那个面对后面的操纵 所以美国债贷协会联系柯文哲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种表示这种关注 实际上也是一种带有警告一别的一种关注 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对此又非常在意 因为这个涉及到那个美国在以后在这个保护台湾 或者是维护对台湾关系法和那个稳定亚洲局势的时候呢 都有直觉的影响 像刚刚两位专家是提到了这次台湾大选的重要性 真的是关系到国际局势的走向 刚刚谢田教授也提到中共戒选的情况 那么在去年底呢12月初的时候 中共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是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分配对台戒选任务的工作会议 由王沪宁主持不仅是国台办统战部 中宣部商务部纷纷出席 连中共的国防部国安部也参与其中 那么想请教横河先生啊 您是怎么看这场由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 亲自下场亲自戒选的这个阵仗呢 那么对台湾大选您觉得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这样的政治局常委当中呢 有一个人是专门分官统战的 那就是王沪宁 就是政协主席 其实政协主席这个政协有两个作用 政协一个作用呢就是就是花瓶的作用 就是每年开两会 但其实它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统战 那么只要是不是战争状态 那么就是统战 它实际上就是两种方法 一手硬的一手软的 软的这个呢就是统战 统战的话实际上就是用各种方法 来试图这个改变台湾人对中共的观感 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就是寻找在台湾的名义 支持中共的名义 或者说制造台湾对中共的这个名义 支持的名义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说明这次呢实际上是中共非常重视 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是 这个美国支持台湾的这个防御的 那个实力也增强了 就是比如说这个武器销售啊 还有呢就甚至有一些训练 那另外一方面呢 中共突然发现这个火箭军呢 出了问题 打仗好像短时间内要组织起 这个对台的这个武力攻击的话 可能会有点困难 当然不表示它不会冒险啊 但是至少是困难了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可能会就是要加强软的攻势 那么这个软的攻势呢 就是王沪宁 其实大家还注意一点啊 因为王沪宁在这之前呢 已经提出来了一个就是 跟台湾的另外一种策略 就是和什么融合之类的 这种策略 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 一国两制的提法 因为一国两制一提的话呢 就会想到香港 想到香港的话呢 那台湾人就会马上就警惕起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要换一种策略 那么这种策略的制定呢 也是王沪宁负责的 其实王沪宁为什么要留在 政治局常委这个位置上 就是他是三朝元老嘛 一般来说不大会用他的 但是他就是比较善于搞这方面东西 所以呢他要亲自来部署 那至于说参与的部门的话呢 因为他政治局委员来统筹对台这个事情 所以呢他必须要加上 比如说你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军事压力 那么在什么时候进行军事压力 在军事压力的情况下 然后设法改变台湾的民心 甚至他们的投票的走向 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统一协调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它也是渗透嘛 渗透到台湾肯定有很多人 那么怎么去统一行动 就是说各个部门要协调 于是呢就必须有王口宁 一个政治局常委来亲自出面 协调所有的除了统战以外的 其他的涉及到的国防部啊 国安部啊都一起来协调 这就是中共对这次台湾选举 重视的程度的体现 嗯好的谢谢 那我们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认为呢 中共党魁习近平希望能有能力 在2027年之前入侵并拿下台湾 今年台湾选民选出的新总统时呢 中共入侵的威胁啊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概念 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对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 以及台海局势是进行了展望与评估 认为虽然中共对台湾大选的结果啊虎视眈眈 但无论最终是谁获得大选的胜利 台海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呢都很低 他们是提出了三项外因 那么除了外部的因素刚刚像横河老师也提到了 中共内部因素火箭军事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贪腐 那么经济也是空前的颓势 想请教谢田教授啊 那么您觉得在中共面对这些内忧外患的时候 是否会更加的倾向于通过统战啊 渗透等方式来拿下台湾呢 对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你刚才提到这个CSIS 就是那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个报告的话 我对它可能还有点不同的看法 它除了对这个台海 台海的问题呢 他们认为台海这个热战的可能性很低 其实这个中心这个报告对2020评估呢 实际上是认为那个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呢 也在降低 尤其是在南海或其他海 其他地方 或者加上这个跟英文海和台湾问题 我不太同意它这个看法 我不认为就是说这个可能性在降低 实际上呢 因为这个 当然这个报告它说可能降低呢 就是因为这个主要认为习近平跟这个拜登啊 在这个邱金山有这样一个会晤 同时双方还有沟通的渠道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 对中共的本质邪恶的本质呢 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的原因 虽然中共当然就是说它如果实力很强 它这个火箭军都没有问题 所有的军备武备呢 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的时候呢 它是有可能认为 因为它觉得它的这个战争能力 要超越了美国或者是赶上了美国 所以它有这个能力发动战争 它会这样去发动战争 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在中共即使感觉到 它这个军力不如美国 或者是这个比方说火箭军这些出现的贪腐啊 什么导弹里边注水啊 或者是就是说它现在很多军队高级将领 都在被纷纷的测试之换这个时候 换句话说它在它的军力选择相对的衰弱的时候呢 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的对外的军联性和危险性呢会有所降低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中共是不是会倾向用过统战啊 渗透啊或其他软的方式呢 我认为会绝对会这样做 实际上大概去年我在台湾一本杂志上也发表 而且文章也提到中共可能完全不会用什么抢滩啊 登陆啊直接渡海这种传统的方式来攻打台湾 或者用大际模的导弹袭击把台湾炸烂 这个对中共来说没什么好处 它得到一个空岛 荒芜人烟的通道 什么都砸坏了砸烂了 所以它除了受国际上的道义上的浅决之外呢 对它来说也没有任何利益 而中共需要台湾的经济 也需要台湾的高技术 包括这些台积电啊 机枪电路这些半导体技术 所以中共它会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 那这个态势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比方这次的最近 因为美国国会议长访问台湾 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中共几次的寄出来 就是说环岛的演习啊 环岛的那些包围啊 或者发动上千条渔船来围堵台湾 这些方式都是一种渗透 或者非战争的方式 用这个方式 比如说它如果真的去包围台湾 或者是用这个渔船包围台湾 或者用这个导弹射击演习 哪怕是威胁演习来这个实施全面的封锁 那它会一定会造成那个台湾经济上的经济的那个 的崩溃和影响 上一次这个上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后 这个在中共在台湾周边的进行导弹演习那个时刻呢 当时从台湾和那个中东之间的一些国际天然气油轮 那个所谓后游轮的保险飞呢急剧上升 如果这样的包围和围困持续下去的话呢 就对台湾的那些国际贸易和那个能源的输入 不管是从这个中东来的天然气 还是从澳洲来的煤矿 煤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巨大的打击 而一旦这个台湾的能源供应出了问题 那中共在岛内的那些第五纵队啊 那些亲共的分子啊 包括蓝颖的很多就是亲共的 青红色的这些派别派系 这些中共的地下人员呢 他们一定会制造这种混乱 制造台湾制造混乱 搞这种抗议啊游行啊示威啊 然后呢制造动乱 在动乱之中呢 他们一定会出面 有人会出面要求中共介入 这个时候呢 中共实际上他可能甚至不需要 排除真正的大部分的武力群入 而实际上就是说 以平定叛乱的方式呢 就可能拿下台湾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大的危险 我认为 嗯好的 也就是谢田教授您的意思是说 那中共它的野心 所以它对台湾发生热战的可能性 我们并不能排除 那想请教恒河先生 那当中共的能力和野心不匹配的时候 您觉得中共还有可能使用哪些渗透和统战的手段 来打到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呢 现在有 现在其实它很多手段都已经用出来了 而且现在的情况呢 中共就是专这个 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党派 或者是高层人士进行统战 它现在把这个统战的这个范围扩大到了 其实地方官员甚至是民众之间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跟这个现在的网络有关系 就是以前中共 无论是对台湾也好 对其他国家也好 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单向的宣传 就叫propaganda 就是说如果不是战争手段的话 那么就是一种宣传 这种宣传对西方国家 对台湾其实影响都比较小 因为人家不看它的东西就可以了 后来呢 它就是逐渐的就收买了这个华人的媒体 那实际上后来呢 也设法影响到了台湾的一些媒体 那么这个呢 就已经是 但是呢它基本上还是属于单向的 那现在有了网络以后呢 中共在这方面呢 就是防的一方 关键问题是有两个 一个呢是防的意识 还有一个是防的手段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中共可能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所以它的影响面呢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对党派这种 就它比如说年轻人当中 那它的影响力就相对比较大一些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 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啊 社交媒体的工具 比如TikTok之类的 实际上不仅是对台湾 全世界年轻人影响都非常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意图 包括这个假信息 这种信息战 认知战啊 对于中共来说的话 就更容易去使用 所以呢在这个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 那是一种常规的 就是对于很多 它引诱到台湾去 从台湾引诱到中国去发展的 各界人士 包括娱乐界 就是有影响力的人士 也甚至包括商业人士 有影响的人士呢 要逐渐的影响他们 让他们 这种事就有点带有威胁的方法了 但是对于一个团体来说的话 要抵制这种威胁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让他们去为中共说话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从各个方面来影响台湾选民的态度 一般民众的态度 那对这一点 当然我觉得就是他的军事实力和他的野心不匹配的时候 那么有两种情况 一个呢是他国内还在维持的时候 他可能会考虑增加军力到一定程度 然后再实现他的野心 但是呢就像谢田教授刚才讲的 就问题在于他如果国内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 那他可能会停而走险 这时候他发动热战的可能性 和他的军事实力不需要相配配 所以说在中共这种不断膨胀的野心 以及不断升级的戒选统战渗透的这种手段之下呢 台湾的选民也真的是需要提升自己的 对中共戒选的认知 不要让台湾成为下一个香港 那我们看到台湾大选进入倒计时 虽然中共的文攻武嚇 经济胁迫不断的升级 但是中共内部呢也是危机四伏 从经济方面来看呢 被称为富人俱乐部 掌握数万亿资产的中值系也倒塌了 是申请了破产清算 中值集团 之所以被称为富人俱乐部 是因为进入中值的投资门槛 据说都是数百万起跳 那么最高的个人资金投资金额呢 是据称高达50亿人民币 那么我们想请教谢田教授啊 中值系倒塌 您觉得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中国经济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中值系当然我们知道 它这个规模非常非常庞大 这个是中值系呢 当时是这个谢志坤呢 就是95年在亨江发起成立的这个中值企业集团 后来呢这个集团呢 在这些农业产品呢 造纸啊这个范围之外呢 加入了房地产经营 这几乎中国所有的公司都有 最大的一些变革呢 在于从2001年开始 那个中值集团呢 开始进入金融产业 成立了中融信托 而实际上这个呢 我认为也是实际上就是中共的高层 中共的一些高层的势力啊 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 各个家族的势力呢 也开始呢逐渐的介入 他们那个中值系的依托这个中融信托呢 渗入了金融领域 现在成了所谓中国这个 全牌照的一个金控帝国 全牌照的金控帝国呢 它那个基本上除了这个银行之外呢 在其他的保险啊 租赁啊 私募集团啊 这个财富管理啊 就所有的方面呢 它都急速的扩张 这里面这种扩张 这种和牌照的获取 和这些高层资本的富人的参与的话呢 显然是最由中共高层的一个背景 那 当这个 它这个中融信托也好 中融基金也好 像恒邦财险啊 还有恒天财富 大唐财富 这些财富管理 这些公司开始越来越庞大 吸引了越来越多资金的时候 以后呢 他们也直接参与了很多这些上市公司 参与很多 实际上叫上市公司的那个产股 所以这个领域呢 也越来越庞大 帝国也越来越庞大 这个实际上这个 从整个西方社会 整个世界范围都是这样 这个企业呢 实际上倒闭 或企业失败的最大的第一号的原因呢 就是Grow too big too fast 就是它增长得太大太快 就是过于快地增长很大的时候呢 膨胀太快的时候呢 那它实际上是很难支撑自己 尤其是2021年 中修协制掌门人 谢志坤呢 突然离世 他的离世也非常突然 也没有留下遗嘱 整个这个金融帝国 因为它涉及到跟这个 很多方方面面的中共后台的这些 掌控的人呢 或那个利益集团那些人 或者中共的家族的人 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是所有的人 其他人都可以 马上就过来接掌 那现在出来一种这个 中职系呢 群龙无首 无人掌舵 那这个再加上中国经济 那个普遍的衰退 导致那些旗下的公司 旗下的公司呢 经营业务不好 然后呢 他的整个金融版图收缩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企业发展肯定会出问题 基本上就是说 随着他的一些 所属的一些金融产品呢 涉及到两三千亿美元 两三千亿人民币的金融产品的爆雷 那现在整个这个体系呢 基本上就在这种情况下 要哄然地崩塌掉 那想请教谢田教授 首先像您说的 他是快速地膨胀生长 后来他的掌权人谢志坤也突然的离世 导致这个公司没有人后续的经营 所以说 这是您觉得这是他根本的原因 那想请教您啊 那这个富人俱乐部的倒塌 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 他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最后实际上一定是影响到普通人 因为这些富人的话呢 即使是在经济最不好的情况下 整个富裕阶层实际上 他们受到的影响都是很少的 因为这些富人的俱乐部 因为他很多理财产品的客户 这些都是这些有钱的人富人 他的投资的呢 投资的可能那个就是数额呢 都是几百万起跳 上千万上亿几亿的起跳 那但是这些人呢 实际上他最后最终呢 都是靠着这些 不管是他的企业的 控股的企业也好 房地产也好 还有这些租赁呢 保险呢 私募资金呢 最后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钱 都是普通民众的钱 普通民众通过买这些保险 买这些理财产品 通过这些呢 实际上在给他们做出贡献 所以这些一旦崩溃的时候呢 对于那些巨富来说呢 他的财产损失就是 紫面上损失几个零 对他们的生活方式 或者其他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对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呢 这影响就非常大 可能他那个 可能一辈子的积蓄啊 或者他那些房地产呢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钱呢 他买了很多人寿保险 各种各样的保险 这些呢 实际上就都化为零的时候呢 对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呢 基本上没什么钱剩下来 所以这个中资帝国的爆炸 虽然是上层人物会受影响 但是整个社会 整个各阶层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那这次中直系倒塌 很多人认为啊 这种私募基金等啊 金融界的投资理财项目 都是中共的红二代 官二代圈钱的主要列场 刚刚谢田教授也提到了一点 那想请教恒河先生 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这个应该是像这种私募基金啊 基本上你没有后台 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运行的 就是说即使这个创办人 你比如说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个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他就是私募基金嘛 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权力为他开盗 另外呢就是说也很多人之所以要投资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因为知道他这个就是买他的理财产品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知道他有后台能赚钱 而且这种钱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就是别人赚不了的他可以赚到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习近平不能够控制的 不完全能够控制的话 我记得他第二任的时候呢 打击了很多这个所谓白手套 那现在那个金融领域呢 就是对于习近平来说 我并不认为习近平对金融领域会有那么重视 如果他要这么重视的话 他不会把香港给搞垮掉 所以说在他的政治大方向的底下 如果这些金融企业出了问题的话 一方面是救是很难救的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也不至于会去出手救这些东西 所以对于这个红二代或者是就是这么说 红二代也好 官二代也好 实际上就是权贵家族 只有权贵家族才有可能去经营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金融产品 那么我觉得他这个岛的话呢 其实对于中国整体经济来说 其实还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因为你毕竟富人的 你很多这个企业要投资 你现在要吸引民企出来 要吸引民企 而民企的投资很多都是在这种基金里面 就是看上去是非官方的 但实际上有官方色彩的 很多这个钱都在这个部分 所以说如果说富人破产了 它没有办法再去投资它的这个产业的话 那么对于全国的经济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那中植锡倒塌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股市也是开年大跌 三大指数是无一幸免 而且是持续下探 A股已经跌破了2900点 那么在1月8号当天 我们看到外资是抛售了价值6亿美元的中国股票 想请教谢田教授 那么外界认为新年一开局 中国股市就迎来了黑天鹅 你怎么看呢 你说它是黑天鹅的话 是有这么一点意思了 但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是黑天鹅事件 是指的那种 就是说冲击不是特别大 但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以前在欧洲 人们都知道这个天鹅都是白的 没有人看到黑天鹅 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有人突然在澳大利亚发现了是黑天鹅 所以黑天鹅是这种非常令人吃惊 令人吃惊 不可预料 但事实上冲击呢 并不那么大的事情 才叫黑天鹅 中国的股市呢 现在呢 其实我们外界都已经意识到了 就是它实际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它不是那么黑天鹅 但是实际上更像一个灰犀牛 就是说是一种 人们普遍认识到 几个很有可能发生 并且冲击力会非常大的这样的事件 那个股市呢 现在这个上海的A股跌破了2900点 这意味着就是说 基本上它跌回了这个二三十年前的股市 刚刚创立时的那种 那个时候的变数 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些 过去二十多年来 这个所有股市中 累积起来的财富呢 基本上全部归零了 所以这个中国股市来说呢 基本上 现在看来呢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盈利的希望 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财富 都给抹掉了 但是在新年里边呢 不光是股市呢 就是说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它已经可以说探底了 或者是基本上 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价值了 但是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还没有结束 下一步呢 除了股票市场以外呢 债券市场 还会出现 巨大的那个堡垒 然后下面呢 房地产市场呢 我们都知道 房地产市场这个 的问题呢 还没有到底 股市可能接近到底了 因为它实际 没什么其他价值了 但是房市呢 现在呢 继续下探 探到整个 现在房价 房市的那个 总体市值的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都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这个对中国 经济和金融的冲击呢 也会非常非常大 在房地产市场之外呢 还有这个 制造业继续的崩溃 制造业崩溃 导致零售也崩溃 然后最后 它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崩溃 所以中国经济呢 实际上 这个今年 应该是有 越来越多的暴雷事件 要发生 可能有几个黑天鹅 但是更多的是 一个接一个的灰犀牛呢 我仍会借踪而来的 好的 谢天心教授 也就是说 您并不看好 今年中国的经济啊 那我们看到 今年中国经济开局惨淡 不仅是万亿级的金融大鳄 中值系倒塌 那股市跌跌不休 惠域评级 也在今年初是下调了 中共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违约评级 似乎是看衰啊 中共它没有控制债务风暴的能力 那想请教恒河先生 您觉得中共的这个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是不是最后也会演变成社会和政治危机呢 中共是不是还有它还有办法能按照市场机制来处理这些危机吗 中共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习近平所用的方法就是用行政方法 用计划方法来取代这个市场的市场经济 所以很多问题就是由于它的这种做法形成的 当然中共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种计划经济和这种行政管理 但是这些年是越演越烈 所以说对于整个市场经济是没有好处的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 我现在并不认为 第一我不认为他会用市场经济的方法 市场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任何一种危机 金融危机也好房地产危机也好 第二即使他用了现在也太晚了 就是说因为这个经济它是一个发展的 应该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就像中共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实际上是改革开放 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逐渐地和国际接轨的 而这个规则一旦打破以后呢 它所造成的后果使得你即使想转变这个政策的话 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反应会滞后很多年 不是滞后一天两天啊 滞后很多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他拼命地在叫要让这个 要鼓励这个市营经济 要鼓励外资投入 但是人们看到的还是在撤出 市营经济还是没有投资的欲望 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市场规律被打破了以后 它不可能马上就恢复 所以首先我就不觉得习近平会用市场的方法来挽救现在的经济 当然这个经济是很重要的 因为中共它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 从文革结束以后它基本上是用经济发展 给老百姓好日子过来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的 合法性的替代品的 现在没有了这个替代品以后 它现在就很难用别的东西代替 民族主义当然是一条路 但是民族主义要想完全代替这个 就是经济发展的这种合法性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毕竟大家要吃饭嘛 谁都愿意生活好嘛 你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危机 它想解决也解决不了 好的 谢谢 所以说中共现在陷入一个很矛盾的情况 它想要解决这个危机 可是它的体制导致它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开倒车吧 那1月8号中共二十大中纪委第三次全会召开的时候 当局就表示还要继续的 在金融、医药等五个领域进行反腐运动 想请教谢田教授 那么腐败是造成中国金融问题的主要原因吗? 反腐真的能救金融吗? 你说到这个反腐运动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反腐呢 整个共产党集团的存在 这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呢 就是中国腐败的根源 所以实际上如果不铲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话呢 这个腐败和权力 独宅和权力没有制衡 所以导致的那个腐败呢 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 你像最近那个习近平 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过去多少年来 第一第二任期的那个反腐呢 都成了笑话一样的 就是他都是这个选择性的反腐 有条件的选择反腐 把反腐作为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 最近呢他这个医疗领域呢 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这个反腐 最后反腐到最后呢 发现那个几乎所有的这些院长 组织医师啊 这些医生呢 都都存在腐败的行为 有些地方干脆就直接要这些 所有的医生组织医生院长 就直接就是交钱按数目交钱 按那个关机的数目交钱 最后呢中共反不下去了 你发现他即使给他一些招干 高干那个进行医疗健康保护的 保障的301医院 这些军事医院 这些关键的医院呢 都有强大的巨大的那些腐败行为 他如果把他们全反掉的话呢 中共自己的健康的健康 卫生和健康都成了问题 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就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呢 现在习近平当局 现在要继续在金融医疗领域 这些所谓的几年反复 首先人们就不会相信一下 不会认为它是有可能会继续下去 因为以前就是选择性的 临时性的 暂时性的 或者是想反就反 不想反就不反 那这是用这个来解决金融问题 有没有可能呢 人们自然会化成一个巨大的问号 还有你说这个腐败 是不是造成中国金融问题的 主要原因呢 可以这么说 那确实是 这个实际上是 中国金融问题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腐败 而中国金融最大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 不光是权力腐败 还有这个政治体系的问题 就是这个国家干预政府控制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 中国过去的二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 实际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制度 资本主义的制度 来这个挽救社会主义 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 来那个挽救社会主义的制度 那你现在想那个 我们看到金融界出现的问题 比方说人们都知道 中国的股票市场 那就是中共这个捐钱的机器 捐钱的套 捐钱的机器 那捐钱的机器 之所以它能够成为一种 这个捐钱的机器呢 只是因为这些权贵 利用它的那些政治地位 政治能力呢 来从中履立 那你如果是 要让这个股票 不成为捐钱的机器 让房地产不成为一个捐钱的机器 或者金融啊 理财都不成为机器的话呢 你就打破这个 中共在政治上的垄断 所以呢 你如果能真正反腐 真正反腐能够反下去 就是我们要问它怎么反 如果真正反 把这个贪腐的根源 贪腐的源头的问题解决了 把这个 那就是整个政治体系的问题 把政治体系的问题解决了 把所有这个 但是呢 这个政治体系的问题 那确实可以解决了 中国金融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要解决 从根本上 彻底解决这个 反腐的背后的机制 那实际上就要 把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统治结构呢 彻底的清楚 让他们退出这个权力中心 权力舞台 你再可能做到 或者说 反腐要 想解决中国金融的问题 是可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你是首先要解决中共的问题 解决了中共的话 那就不存在中共来反腐的问题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 你Cash 22的问题 就是说是 你到底是政治问题在先 还是金融问题在先 你说真的要解决金融问题 你就要先解决中共 解决了中共的话呢 中共也不存在了 可能中国就是 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社会了 是 所以说不解决中共的话 那在中国普通的民众 只能是底层的韭菜 真的是很惨 那么就在这次的会议上 习近平他自己也在讲话中 再次的提到 要如何成功跳出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 那么对于这个亡党的话题 他自己给出的答案呢 就是不断的自我革命 根据当局公布的数据 十八大以来 检察机关呢 是立案调查 审查了超过400万案件 查处了450万人 运用四种形式呢 批评和处理了933.6万人次 那想请教橫河先生 您怎么看中共 这种反腐治国自我革命呢 它到底是在救党还是亡党呢 首先一点 反腐本身 就说明它已经没有办法了 就是说腐败 其实你看好 反腐永远在路上 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腐败不断的发生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你根本就没解决 而且从毛泽东最早的时候 把这个什么天津市委书记 给枪毙掉的时候 刚刚50年代的时候 到现在摊的钱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其实毛泽东在七街二中全会 就是当时这个西百坡的时候 进北京之前 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而且它说它已经找到了答案 它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继续革命 就是不断的革命 实际上也是革自己的命 就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可能发生的这个腐败问题 和这个整个政权的堕落的问题 结果呢 其实毛泽东是彻底失败了 现在习近平提出来的自我革命 其实就是跟毛泽东提出来的 是同样的东西 他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 解决方案也是一样的 这就比毛泽东时期还要厉害 毛泽东时期其实腐败没有到 社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集体的所有的器官 现在实际上就像一个病人一样的 这个病人已经所有的器官 所有的神经系统 血液系统 各个大器官全都出了问题了 他还用自己来给自己开刀 这怎么可能做到嘛 就是别人来给你开刀 别人来救都已经救不了了 你还想自己来救 这就更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现在你看火箭军的腐败 这么严重的腐败全都发生在习近平任上 所以说是在反腐的高峰当中继续发生的腐败 这就说明这种方法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根本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结果他想用绝对的权力再来制这个绝对的腐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 谢谢 也就是说在中共不断的这种贪腐又反腐的情况下 最终可能真的是只能走上亡党的路了 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析 那么本期的热点互动节目就到这里了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时间再会